谁能吃掉炸炸萝卜 各位小老大们你们好 这里是小鬼头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纯净版 谁能吃掉炸炸萝卜 老大小娃姐 这期输掉比赛是需要接受惩罚的哦 惩罚不是吧小鬼头 你现在怎么哪哪都够惩罚了 那我可不怕 平坚说惩罚的不会是我 小娃这话你说的 再说一句大嘴真可爱给我听听 嘿嘿嘿 臭大嘴 我那是没了节目效果 小鬼头 那么本期的惩罚又是什么呢 本期惩罚为 八百标兵绕口令 小鬼头 要不要先给我们表演一个 老大你又想炸我 谁输了谁念 小鬼头这次学聪明了呀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吧 本次参加比赛的选手有 橙杆僵尸 橄榄球僵尸 微科技传送僵尸 低子狗僵尸 铁闸僵尸 闹鬼僵尸 抽星星僵尸 以及军爷 小鬼头 这是这么个玩法呀 小娃姐 这期需要你们自己挑选参赛选手三名 然后自行决定出场顺序 这有点意思 那赶快开始吧 那么老大小娃姐 先来她头子决定谁先选包 提示 点数最大的 将拥有一次重开比赛的特权 那你先来吧 那好吧 不是吧 这么低 我还打算抢个先手的呢 消失我了 大嘴 还是看我的吧 居然有人比我投出的点数还小 小娃 你这手气是真黑呀 好的 老大爷一点之差 获得重开比赛特权 哼 同大嘴 选包选包 让你先选 那我先来个第一次够僵尸 他可以召喚半舞僵尸为其作战 别多力量大 说不定半舞僵尸吃到摘摘萝卜了呢 大嘴 你还真是一向天开啊 你先选 居然也不先选高兰球僵尸 他一速可是最快的呀 那就不好意思咯 他归晚咯 小娃 速度快有什么用 我已经研究透彻了 这一比赛还是得求稳 速度太快 反而得不成诗 突然觉得当今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你是不是中脑子了 一个字 绝 我再来个贼科技传送僵尸好了 不知道这期比赛场地是怎么样的 万一又有荆棘地刺呢 我选的是超新兴僵尸 你看就是明星选手 最后我再来个铁闸门僵尸好了 之前他也取得过很不错的成绩 那我还不军爷 小娃你居然敢选军爷 有勇气 佩服佩服 我有预感 今夜今天会吃到斩斩萝卜 大主人 你别想瞧军爷了 阵容选择完毕 下面我们将前往今天的比赛场地 本期所有场地 新来源于粉丝的评论 素材略有修改 第一轮场地素材 来源于这位粉丝的评论 感谢 老大小娃姐 你们第一轮派出哪位选手参赛啊 我派出的是之前的冠军选手 铁闸门僵尸 那小娃姐你呢 我只要派出的是军爷 军爷 也只有小娃你才一再相信军爷了 大嘴 女人的第六感可是很准的 军爷今天一定能吃到斩斩萝卜 第一轮双方选手都出发了 双方选手很默契地来到了第二路 先暂时分开一下 相信不久后会再次重逢的 小鬼头说的没错吧 小鬼头不错呀 未不先知 好的 现在军爷较为领先 军爷突然改变了路线 向上走去了 这是岁月还是失误呢 不是吧 我的小铁门怎么也走上面去了呀 大嘴 看我的军爷一路顺畅 大嘴 转不转呀 好的 首轮比赛 军爷成功吃到参加萝卜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看来下次军爷也要考虑一下吧 下面第二轮 本轮场地素材来源于这位粉丝的评论 感谢 大嘴 这一轮我快出橄榄球选手 快速结束掉比赛 小蛙 我看是最快淘汰掉了 我拿第一次口僵尸来给你玩 好的 上报车手出发了 橄榄球僵尸以绝对的速度优势遥遥领先 第一次口僵尸还真是热爱舞蹈 在荆棘地质上都要跳 以后惨遭淘汰 大嘴 自己看看 最快淘汰的是谁 现在场上还剩下小蛙姐的橄榄球僵尸 和迪斯库僵尸召唤出来的伴舞僵尸 但这些伴舞僵尸好像都会踏上荆棘地刺 就他们这小身板肯定经受不住 完全就没有用我之地好吧 我们还是直接看橄榄选手吧 大嘴 我的橄榄球僵尸吃到咱咱萝卜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早知道就选橄榄球僵尸了 好的 橄榄球选手发起最后的冲刺 可惜你只做到分架 选择投胎 上半场比赛暂时1比0 小蛙姐暂时领先 我不甘心 等不到第三轮了 特权发动 我要重开比赛 那么小老大妈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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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